2014年夏天 古苑计划前往印度 带领80后北漂女生王荣 体验一段不同寻常的旅行 找王荣 一个就是这种上班族的群体 一年也没有几天的节假日 然后呢 就是对可能平时的生活 有些的迷茫也好 各种各样的压力 所以我想特别想把这样的一个人 带到印度来看看 另外一个社会 另外一个世界 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然后我们在旅行中 各种各样的体验 王荣与古苑在阿格拉顺利会合后 搭火车来到了 拉贾斯坦邦首府摘普尔 火车站前混乱的交通 假设温热的天气 先给他们来了个下马威 好想震到我的耳朵了 这就是印度 这是印度火车站门口的交通状况 特别强的 在混乱拥挤的街道当中 古苑终于找到了一辆突突车 而正是这位突突车师傅的话 让古苑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今天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一个地方叫做猫坦邦 当你去猫坦邦 当你去猫坦邦 你会看到有5000猫 当你去猫坦邦 当你去猫坦邦 你会看到那些东西 我看到他怕拔动物 所以我就是带着王荣 踏了这个山 原来古苑带王荣来到这里 寻找猴子庙 只是一道开胃菜 真正的大餐还在后面 不过王荣在猴子庙的体验效果如何 将直接影响整个旅程的走向 看到有神牛 有小猪仔 还有猴子 看那里 每上一层看到的圆度 感觉都不一样 有点喘 这次玩意不是就是减肥旅程吗 它们也会 你会发现好多庙 它会供各种各样的动物 有猴子 有大虚 有那什么的 对 过几天我们还去另外一个地儿 也是供了一种比较怪的动物 真好 今天就看供猴子 猴子庙位于城市东部的边缘 那些留恋城市皇宫的游客 不会选择花大块的时间 来这个不起眼的小山上看猴子 据神庙的管理员介绍 每天清晨 会有很多印度教徒来到这里 用圣水沐浴 此类景象 在瓦拉纳西的恒河边 经常可以看到 而且在这里 你也许还会看到 人和猴子 同在一个水池中 沐浴的河沐景象 不好意思 先生 我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每天来到这里 你来到这里 没有英语 没有英语 但是每天你来到这里 对 为什么 因为这种 好 他让他们自己挑 这种感觉真不一样 在听过管理员的介绍 与印度教徒近距离接触之后 王荣对这座 好像动物园一样的猴子庙 有了全新的认识 这座小山就如同 整个印度绚丽宗教文化的缩影 不同的教派 不同的种族 人与动物的和睦共融 早已成为了 齋普尔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看见了 不好意思 然后我就发现 她还是对这个喉嚨 就是一点也没有任何的生的感觉 还是就是蛮喜欢的 Good job 你最怕什么动物 毛毛虫 毛毛虫 那那个哭乳用 不不怕 哭乳用又不怕 对 我怕那种的 心理上的 不是个头上的 是吧 对 好嘞 这个还不够 我那种 四季 对 这个觉得已经很神明了 对王荣来说 登上猴子庙所在的山顶 和猴子亲密接触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而在古月看来 真正考验王荣的时刻 才刚刚到来 走进沙漠 探寻未知的神庙世界 小学幼儿园的那种 主要小坏心要出来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跟我去旅行》系列之 最接近神的地方 当时我觉得就是说 先要王荣要感受到 印度人和这个动物的中间 这种互相的 这种生活空间的 这种和谐感 从翟坡尔下一个地方 我带王荣去的是 王荣又想给了一个惊喜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庙 古月与王荣 及摄制组一行四人 一路向西走进沙漠 来到位于拉奖斯坦邦 西北部的德萨克小镇 为了寻找一座 供奉着奇怪动物的神庙 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庙 叫康尔玛塔 康尔玛塔是一个神 然后这个庙是他的庙 今天呢就是 刚才我们的印度朋友 跟我们说的是 叫Navatra一个节日 一年有两次 然后这节日是九天的节日 是庆祝印度有九个女神 专门庆祝这九个女神的 然后今天最后一天 很精彩 然后这个庙有点特殊的 要与众不同 整个印度只有这一个庙 是这样的 所以 谁的道理不就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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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走吧 在印度 Navatra就是九个晚上 对女神的敬拜 被称为九夜节 九夜节会举行 连续十天九夜的庆祝活动 印度全国各地的教徒 都会前往神庙朝拜 而像这样香火急望的神庙 九夜节的最后一天 客流量将达到数万人之多 我不知道里边有多远啊 这是外边 外边起码这有五十名 六十名 今天来这也是要想去采访一下 在这主持的这个 这是人庙的这个人 所以想采访一下 所以就是想跟他联系一下 这样我们就不用排队了 因为这排队 有可能要一排队好几个小时 然后看王荣这腿也不行 所以咱们走了后门进去 走进神庙 朝圣队伍的尽头 是一个半人高的石洞 石洞内供奉着卡尔尼玛塔的神像 而这神像所在的庙堂 只有印度教的信徒才可以进入 古月找来印度朋友巴黎 想要打探一下究竟 这个卡尼玛塔不是这儿的那个神吗 这个庙属于他的 对对 就是说他的一个最年轻的 最小的儿子死了 然后呢当时呢 他去求那个死亡之神 印度一个死亡之神 求他把他这个最小的儿子复活 但死亡之神说来晚了 我已经叫他来世 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他已经跳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然后那个他就特别生气 他就说我以后 我不会再让他们死 他们再投胎 投到别的人 必须要投到我家里的人 家族的人 所以就是说这个卡尔尼玛塔的神 他的子孙都是现在 都是投到老鼠 老鼠 就是为什么他们供这个老鼠 原来这座名叫卡尔尼玛塔的神庙 是印度士纳教信徒重要的朝圣地 他们深信自己的亲人死后会变成老鼠 而老鼠死后再轮回为人 因此修建这座神庙 是为了收留那些死后无家可归的亲人们 这种供奉老鼠的仪式 也是源于上虎的原始崇拜和巫术 这个地方是专门是供老鼠的 然后有上两万多只的老鼠 然后我想象中午我还是比较怕老鼠的 我觉得一般人都比较怕老鼠 我想象中午老鼠就是那种灰色 黑色那种特别大的那种 在人类的传统意识里 老鼠一直被认为是传播病毒 危害农作物的害虫 人类也在想方设法消灭老鼠 然而在印度老鼠非但不被消灭 而且被人们视为神的化身 就连熟悉印度宗教的古月 见到这等阵势 也有点招架不住了 本来心想就为女孩 这老鼠什么的特别害怕 因为怎么说呢 可能就是小学幼儿园的那种 古月小坏心又出来了 小老鼠这是老鼠是吗 这也供奉老鼠的吗 这也供奉老鼠的吗 这个鼠是鼠神是吗 我们之前去爬红庙 然后古月还问我说 你最怕的动物是什么 我觉得它那会儿就是给我铺垫的 就想知道我怕我怕老鼠 我们还说看谁胆大 然后拿点食物 然后喂老鼠 就是王荣让我想象的 就是完全是我出乎意料 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淡定 这么勇敢 你觉得服不服吗 服不服 我觉得你就是他们的 后的上辈的老鼠变回来的 我是神 你是神 他真的是在睡觉 我能看到他那个呼吸 在这儿看到他们 真的会觉得被整个环境所感染了 他们真的是那位神 他们的子孙 在庙堂亲眼目睹了朝圣者们的前程祈祷之后 王荣才深切体会到 原来老鼠在印度人的心中也和他们的家人一样 在这里老鼠享受着世界上最高的礼遇 所谓的恐惧感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了 因为他们对动物不是不像 我觉得在中国小时候 学动物是这是害虫 这是义虫 然后老鼠坏的 黑猫经长 黑猫是好的 老鼠坏的 但对他们来说万物都是好的 万物都是有灵性的 而且今天早上我们过来的时候 陆陆续续有好多人盛装的打败 就一路光脚就这么走出来 咱们也只光脚走回去吧 好吧 我穿吧 咱女光脚 古月奇怪的动物计划 在王荣面前急翻碰壁 古月打算临时改变计划 打王荣一个措手不及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跟我去旅行》系列之 最接近神的地方 在这学校我就跟梦中似的 他走之前确实读了很多的书 读了很多的攻略 让我感觉就是说 好多东西可能我是通过他才了解的 你三个做这一车吧 然后我做他的车 为了让王荣体验一段未知的旅程 古月临时改变了计划 前往拉贾斯坦邦西部沙漠的边缘城市 杰伊瑟尔梅尔 这里距离巴基斯坦仅100公里 城内大部分建筑均采用金黄色的岩石雕刻而成 每当夕阳西下整个城市光芒闪耀 因此这里又有黄金城市的美丽 同时这里也是吉普赛人和游营歌舞的故乡 至今还保留着印度最原生态的舞蹈和音乐 当时我们到了这个扎瑟尔梅尔的时候 我带着王荣就是想学一学 就觉得印度的这种舞蹈非常美 而且呢就是他们的一些歌曲很好听 想学学他们的当地的舞蹈 印度歌舞对于很多中国电视观众来说 并不陌生 所以来这里感受宝莱雾的歌舞文化 其实只是古乐的一个借口 与之前的心理战术不同 此番学习舞蹈将给王荣带来极大的体能考验 今天我带王荣来学传统的印度舞蹈 因为我们要准备自己翻拍给MV是吧 一个保远5MV 所以得学点基本功今天 我们这位老师是Queen Harris Harrish老师 然后他在印度还是蛮有名气的 Queen Harris是享誉国际的印度舞蹈大师 他自学成才 并汲取了传统吉普赛舞蹈中的精华 在印度舞蹈界自成一派 而王荣与古乐邀请大师亲自授课 除了学习传统舞蹈挑战体能极限 更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大师的帮助 来寻找传说中的武神庙 谢谢你 谢谢你 现在你必须要做 你必须要做 你必须要做 不 没有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Queen Harris做完之后 他说你们也可以做 然后我跟古乐都要下药 我当时我就疯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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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行吧 算我们行吧 但是我就觉得他很有经验 而且就是说我把我所有的信心都放在他的手上了 在休息的间隙 Queen Harris揭开了武神庙的面纱 原来古乐一行人早已身在其中 却浑然不知 湖面上错落散布的金色建筑 都属于武神庙的一部分 传说古代有一位大美女叫加迪沙 是当时名震拉奖斯坦邦的美女 后来沦落封尘 多年之后她荣归故里 用挣来的钱修建了这座水上神庙 这个湖也由于这座神庙得名加迪沙湖 而加迪沙也因此被印度的舞者们奉为武神 在刚才说一百年前两百年前那样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修行院这样的地方 哦 是啊 对啊 对 当时这 广告别它中间每中间都有这种 是 当时就是好多人 尤其富裕人他们把孩子送到这儿 然后一送到这么好几年三四年 然后在这儿来学习来打坐桌面 在这儿学跳舞就跟梦中似的 对 对 对 心情 对于印度人来说 舞蹈不仅是艺术 更是宗教的象征 印度舞源自对神的无私的爱 舞者借由自己的身体动作来表达情感 诠释宇宙万物 所以 印度舞只在庙里表演给神看 印度舞也因此多了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 对于王龙和古月来说 能不能体会其中的宗教含义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必须完成翻拍保来物歌舞的任务 他说 给我舞五分钟 来自己创造自己的舞蹈 就这么高 是吧 太棒了 就像这个效果 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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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黄飞鸿 想黄飞鸿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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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算舞蹈吧 在 Queen Harris的悉心调教和帮助下 古月与王龙翻拍保来物歌舞的任务 终于有了结论 τα看起来 很棒 很棒 不,我很好,我只是疲倦了 剛才把所有的學的東西都放在一起了 我們幾個狂歡的跳舞 在中…我闖上氣來了現在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 Kunin Harris邀請古悅和王榮來到了他的工作室 我覺得在旅行中 好多時候並不是這些美麗的景點 給你印象而是這些有趣的人物 讓你更多的了解這個國家 讓你更多的有更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覺得Kunin Harris她也是 像這樣的一個特別有趣的一樣的人 這個眼神 那個眼神打倒了 最見到的女人都會見到 還是就是不要注重 雖然這麼有名氣的故事 她叫簡卜是吧 可能還是為了藝術是否 我剛才等了有半個小時四分鐘 看到我們的Kunin Harris 把從一個就是一個小白臉男人的 化妝成一個哇美女 這就是拉賈斯坦邦傳說中最接近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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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段暗藏玄機的神廟之旅中 王榮承受了多重考驗 對印度這個神秘國都也有了全新的認識 明天同一時間 請繼續收看行者跟我去旅行系列之 出發吧菜鳥 出發吧 出發吧 本事 presupasons 來自成為 atif feel 鼻子 力氣 不分 動魂 立於 充塑 林 令j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